而彰化鹿港呢 因為也受到了颱風的影響 淹水相當的嚴重 有一對姐妹花呢 就乾脆想要苦衷作樂 在自家門前表演跳水 甚至還直接在家裡游挖室 實際上我們也找到了這對姐妹 他們說其實淹水 對他們來說 真的也是蠻無奈的 當下也無法清理家園 只能自娛於人 我們來到奧運全各社站 駐家門前汪洋一片女子 帶著挖鏡轉上窗臺 那我們看她跳出的一根 深深一鞠躬後 跳下水深極妖的街道 瞬間漸起大片水花 駐家內水淹超過50公分 另外一名女子全身泡在水裡 收斂由著挖室 還不忘喚氣吐氣 蓋搬了都搬了 可是水一直淹進來 是真的很美 沒辦法很無奈 就是長這麼大地 是遇到這樣子淹水 途中作樂啊 真的很無奈 實際找到這對 住在彰化鹿港的姐妹花 從這邊 跳下去 黃小姐說受到颱風影響 排水懸邪不及 家園變成泳池 只好苦中作樂 也讓全程目睹的媽媽 苦笑不得 我在喊她 我在喊她說 你為什麼三天半夜 在跳水 隨便她 一般淹水也沒辦法 要做什麼 也不能整理 收拾東西 就這樣子姐很高興 就讓她們去 原來這對姐妹花 平常就熱愛游泳浮潛 還有基礎症兆 這回碰上豪雨淹水 苦中作樂 自餘愚人 只能說姐姐真的有練過 一般人千萬別亂學 記者林一峰 掌滑報導